欢迎收看叔叔女孩 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六只狗狗创造奇迹 在南极克服种种困难 独立生存175天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南极大陆的一个偏远研究所 研究所里有八只雪橇犬 领队的是一只已经十岁的阿拉斯加犬 名叫老杰克 对于狗狗来说 十岁已经算是迟暮之年 在老杰克退休之后 将由副领队玛雅接替领队工作 这八只雪橇犬 平时由向导保罗看管照料 保罗十分爱狗 把他们当作最亲密的朋友 尽管南极环境十分恶劣 但有这些温碎的狗狗陪伴 保罗并不觉得空虚艰难 然而一个地质学博士的到访 打破了这里原有的宁静 博士此行的目的是去一座偏远的雪山 寻找一颗坠落的水星陨石 但由于路况复杂 雪地汽车根本无法通过 只能用保罗的狗拉雪橇队 两人合计了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便开始了漫长的雪橇之旅 在经过一片冰湖时 他们发现前方有两只性情凶残的海豹挡住了去路 因怕惹上麻烦 他们只好绕道而行 却不料走过一段路 近来到了一条冰河 由于冰面极不稳定 保罗只好走在前面探路 让博士站在后面踩刹车 尝试着慢慢走出去 然而博士却由于经验不足 刹车踩得太重 雪橇与冰面之间猛地产生强大的作用力 使得冰面突然破了一个大洞 博士连同雪橇一下子掀了进去 幸运的是 最终博士抓紧雪橇 在八只狗狗的奇力拉扯下爬了上来 经历这件事 博士小心很多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再没出什么差错 却不料 在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的那天 突然接到研究所传来的通知 说是一场强大暴风雪即将来临 总部要求今年提前撤退 让保罗带着博士马上返回 但博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从北半球万里迢迢来到南极 心仪的陨石就在前面 虽然不甘心就此放弃 于是他要求保罗行行好 再往前走走 保罗只好答应 索性的是 最终他们成功找到了陨石 但不幸的是 在回来的路上 保罗突然发现 有只狗狗的脚受伤了 一路过去都是带血的脚印 于是便停下查看 才发现受伤的是延迈的老杰克 而这时 博士闲来无事便拿着对讲机 寻找信号 联系起了研究所 却不料夺步中 突然一脚踩空 从十几米高的地方 重重跌落到了冰面上 博士一动弹 发现自己的一条腿骨折了 然而这还不算最倒霉的 最倒霉的是 博士坠落的冲击力 导致冰面逐渐裂开了几道缝 等博士意识到危险 为时已晚 身下的冰面突然塌险 博士猛地追进了冰窟窿里 还好在保罗的指挥下 复林队玛雅小心翼翼地 咬着绳套丢给了博士 博士再把绳套小心地套在身上 通过保罗和八只雪橇群的努力拖拽 终于把博士拉了上来 由于暴风雪越来越大 保罗烧将博士安顿 便一刻不停地架着雪橇往回赶 这一赶就是两天两夜 保罗和博士还能在雪橇上稍足休息 但狗狗们只能一路不停地往前奔跑 随着暴风雪越来越大 路面也越扎难行 研究所里的每个同事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焦急地等待中 他们终于盼到了归来的雪橇队 保罗一回来 大家便赶紧准备撤退 但不幸的是 保罗听同事说 由于飞机上没有足够的位置 只能将这八只雪橇犬留下 等把大家顺利带出南极后 再回来接他们 为了大局 保罗只好答应 并嘱咐玛雅好好照顾其他狗狗 由于两天两夜没睡 保罗在飞机上很快便睡着了 等他醒来 发现已经到了南极边缘的一个中转站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那八只狗狗怎么样了 却不料同事说 由于暴风雪越来越大 他们决定等暴风雪停了再回去 而当保罗仔细询问时 却得知最快也要到明年春天了 想到留在南极那八只忠实的狗狗 被铁链紧锁着 时刻都有性命之忧 保罗更是心急如焚 只好亲自去找领导申请一架飞机 没想到领导却说 这是25年遇遇的超大风暴 南极上的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现在运送人员和物资的飞机还不够 根本不可能为了几条狗再返回去 就这样 保罗不得不跟大家一起乘飞机回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 为了营救那八只狗狗 他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全国各地 到处寻找资金 却没想到 那些慈善家金主 觉得跑到南极营救几条狗毫无意义 一分钱都不肯赐助 每当保罗失落地回到家里 看到和八只狗狗的合影就痛从中来 但他不甘心就此放弃 于是找了份工作 希望早日攒够钱 靠自己的力量去趟南极 把被遗弃的狗狗找回来 另一边 留在南极的狗狗们 本因为保罗很快会按照约定回来接他们 却不料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等待他们的只有没完没了的暴风雪 一天 研究所旗杆上的南极旗帜突然被强风吹走了 不料 此时一只受过巡回训练的狗狗看到 竟奋力扯断了体炼 小跑着去追赶那面被风吹走的旗帜 其他狗狗看见也兴奋地从绳套中挣脱 只有年迈受伤的老杰克无动于衷 后来 到了狗狗们独立生存的第15天 一只鸟突然飞来 狗狗们15天没吃东西 看到鸟自然十分兴奋 于是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副领队玛雅叫领队老杰克一起去 但老杰克由于年纪大了 加上之前 带伤连着拉了两天两夜的雪橇 如今体力每况日下 再不想动弹 玛雅只好和老杰克深情告别 跟着捕鸟去了 他们追了好远 最终来到一处低洼的冰湖 好家伙 原来有一群鸟呢 在玛雅的指挥下 狗狗们开始有组织有纪律的分工合作 除玛雅之外的狗狗 留守在一边围堵 而玛雅则小心地跑到另一边靠近鸟群 然后突然跑向他们 鸟儿们见玛雅跑来 慌乱中赶紧往反方向飞走 却不料反方向竟也有几只狗狗跑来 就这样 狗狗们如愿地找到了几只鸟儿 然后拿到玛雅面前 大家一起分了吃掉 至此15天来 他们第一次填饱了肚子 接着满血复活的狗狗们 开始到处寻找食物 废弃的仓库 过期的食品 能找的都找了 能吃的都吃了 不幸的是 一天勘察时 有只狗狗失足跌落悬崖 摔得不能动弹 其他狗狗见了 自然十分心疼 狗与人之间 尚且情深意重 狗与狗之间 自然可想而知 他们不约而同地 全部留下来 陪伴着受伤的狗狗 哪怕寒风里烈满身积雪 也不离开 一直陪他到生命耗尽 舔食着冰冷的同伴 思念着离去的主人 此时只有同行的温暖 能给他们带来求生的希望 后来 一次分头觅食中 一只名叫麦克斯的狗狗 意外发现一头死去很久的鲸鱼 正当麦克斯想好好咬上几口时 突然从鲸鱼肚子里 窜出一头海豹来 麦克斯吓得 赶紧跑回去办救兵 玛雅文生 立刻带上其他狗狗赶来 但他们畏惧于海豹的攻击性 都不敢上前 这时麦克斯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自己跑去引开海豹 让其他狗狗趁机跑过去咬上几口 大家都知道 海豹虽然在地面上 行动速度十分缓慢 但在水里的速度 那可是相当了得 不过话说回来 雪橇犬的速度也不是盖的 麦克斯每一会儿 便跑到了冰湖边上 却不料此时海豹竟突然折返回去 从水中窜出来 重重咬了玛雅一口 麦克斯见群士不妙 赶紧跑过去扑咬海豹 其他狗狗见麦克斯如此拼命 也跟着扑上去撕咬 最终大家齐力将海豹赶进了水里 而玛雅因为腿被咬伤 行动起来变得极为不便 大家也不管那么多了 先填饱肚子要紧 接下来 由于玛雅行动越来越艰难 便把领队的位子 让给了勇敢的麦克斯 其他狗狗见状也表示服从 以后的事物分配 就由麦克斯来决定 就这样 他们又熬了几日 幸运的是 保罗对他们始终不曾放弃 非但保罗 曾经命悬一线的地质学专家 当时一起撤退的研究所同事 大家决定一起了却这个心结 而当保罗飞进周折 终于在阔别175天后 回到研究所时 拉起链子 发现老杰克 已经被积雪埋在了地下 尽管大家早有料到 但此刻依旧心如刀角 保罗失落地 继续拽起其他狗狗的链子 却没想到 其他的狗狗全都挣脱了 就在这时 狗狗们也听到了动静 赶紧跑了回来 大家看到狗狗们跑来 像看到生死之交的老友一样迎接过去 保罗竟有五只雪橇犬活了下来 已经心满意足 不料这时 麦克斯竟突然掉头跑走 保罗只好紧跟而去 没错 麦克斯想带保罗去看的 正是受伤的玛雅 保罗看到这只努力完成 主托的领队雪橇犬一动不动 以为它已经死了 内心十分悲痛 就在这时 玛雅竟醒了过来 保罗看到转杯为喜热泪盈眶 赶紧抱起玛雅 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影片在保罗和同事 带上六只狗狗开车离去的画面中结尾 苍茫的雪原上 一座代表着信仰的墓碑一立而起 墓碑上挂着两只狗狗的项圈 以此致敬那些 为南极探险付出生命的忠实狗狗 看完这部电影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您是慈善家或者金主 您愿意出钱 帮保罗返回南极营救狗狗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喜欢听影子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关注下说书女孩 我们下期再见